字幕提供网上的股票陷阱 今次想借铁爆金鱼缸这节目 谈谈一些网上的股票陷阱 网上的股票陷阱很荣誉 整件事谈得很大 未必有一个重点 但我先把一些故事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参考 希望投资者可以避开这些陷阱 我说的是一些引述公开资料 当是让大家参考 其中有网上陷阱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很有趣 我现在说的这几个故事全部涉及香港股票 但当中有一些手法是在内地被人广传 所以很有趣的地方是可以归纳出一个重点 香港的股票开始找了内地股民作为其中一个销售渠道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现象 因为刚好很多内地文章都有评论这一个特别的现象 首先大家一定会听过 怎样利用毛特尔群组去做散货的目的 大家三不五时都会看到相关的报导 会突然之间自动爆发出来 某一本周刊就很喜欢爆发同类型的报导 因为周刊最劲就是他们的文章 所以就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那种散货模式大家都应该耳熟能详 我都不多说 轻轻打过就算了 有两种是比较新的 有一些内地文章见到出来 譬如说现在大家去炒港股 又或者是内地人炒港股 都很喜欢在社交媒体上面 找战友、拍档 找一些讯息、分析、分享 所以有些内地的社交媒体都应运而生 甚至有些券商除了做一个交易的平台之外 亦都会提供一些社交媒体 或者社交网站的功能 去让一些股友、股民在里面吹嘘 又或者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投资经验 甚至乎做一些视频的直播等等 这方面的business model 都开始越来越发达 在内地亦都越来越盛行 很多时候有些新的股民 申请了一个账户 亦都给予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户 一个炒股社交网站的账号 这个炒股社交网站的账号是怎样用呢 是有一群猎人 固定地每一天知道有什么新增的账户登入了 而那群猎人会选择 和这群新客户做朋友 和你吹嘘 第一就是大家说买什么股票 当然他说的股票当然是有目的地说的股票 譬如你买这一只股票 976 买这只股票976 和你在这里说 然后他说的过程里面 会说这只股票有多好 又或者收到不知什么的消息 其实都是一个透过人传人的方式 去将股票推介给大家 就是一个口耳相传的方式 这种方式去做销售 有什么产品是用这个 word of mouth marketing去做销售 例如毒品 毒品你不会在街上看到一个广告 说某一些毒品cocaine 很划算大家去吃 你不会看到 因为是犯法的 而毒品的销售渠道是怎样呢 就是有一个人走过来 或者说好正啊 这些人传人的方式 通常都透过word of mouth marketing 就是人传人的方式 口耳相传的方式散开 股票也不例外 其中有股票的方式是 冒足了很多炒股社交媒体的用户 有股票推介 收到封 不知何时会炒 会炒十几倍 关键在于 销售股票的人 也要证明给后面的销售主席 就是他有做到事 通常他会如何做呢 他会哄他的目标 你买完这只股票 我给了一个提示 我白白亏了提示给你 你贴一张图给我看 证明你有买 所以他会哄前座的客户 或前座的水域 就一定要cap screen 又或者把他买了股票的单据 贴上去证明他有买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销售主席 他也要跟销售主席 说回 我哄到这个人买 他cap screen 亦都证明他有买 他们亦都要证明 到底那个人确实是销售到某个人 才可以计算一个bonus 或者计算部分的return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多了几张单 你便可以数到首发 到底货在哪里 你便 去到大屠杀的时候 便会哄他 你不要沽 你不要沽 因为那班人再沽 就再输多份 你可能缓冲了沽 你知道收货在哪里的时候 亦都可以数回他的仓 所以有时有些骗局 要求你 你会贴上账单 还有另一种骗局是什么呢 另一种骗局是 类似有些都是群组式去做的 就是有些内地的老师 宣称自己炒股 很厉害 不知哪里爆出来的 总之又赢不知多少倍 又不知有高等学历 然后又很英俊 类似有些补习天王的格局 又或是自己教班 不知赢多少 通常会弄一些群组 内地很流行 内地弄了群组 我也是引述一些文章 因为有些很有趣 那些人就一个个洞 吹得自己很厉害 大家同声一气 就说 可能买不知哪个号码 那些人 通常你投那几个号码 就不知何出奇地都会中 因为去到 赢到差不多的时候 才是一次要养肥 再挤你 可能第一时间 你不信的 买三四万 你发现赢钱 第二次信的买三四十万 第三次你发现原来的料是真实的 你买到三四百万 怎知三四百万就是 扣你那一次 通常都是这样去铺牌 就是来几次 甜头给你吃 然后一下子就扣你 有这样的状况 而内地的导师会如何 他会沉添 潜逃了 去到不知哪里 你找不到 但隔了一段时间 他会用一个新的面孔酥 然后就继续行骗 继续去做同一样的行业 因为原因在于 内地实在太多人 内地地缘广大 你骗了三四线的 城市的大妈 三四线的农民之后 总会有四五线的大妈 四五线的农民 继续会瓦头 因为总会有些人 会有钱 总会有些人 会想买一个fantasy 就是可以 赚多些钱 去改善现有的生活 这一个fantasy 是会永恒地存在 亦都解释了 为什么贪恋 是会永恒地存在 还有为什么这些贪恋 会有使到这些低级的骗局 亦都可以不停地 sustainable 去维持下去 所以 出货 散货 都是在内地 有一个这样的操作方式 而现在已经进化 除了word of mouth 之外 亦都是用internet 去做一个word of mouth 就是一个 这个口意相传人传人的操作 所以有时候 你们或者大家作为投资者 都很想找股油 找战友 一起去同舟共济 一起去赢钱 可能大家就会依赖了社交平台 但其实社交平台 很多时候都会成为了 一些 不是那么好的消息 都会传导开 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 选择一些最好的信息渠道 选择一些最好的社交媒体平台 去帮自己 去赢胜算 但通常我都不太信社交媒体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这是投资股票的不义法门 不义定律 太多人的股票 就要小心点 所以我自己 偏向不在社交媒体找股票 我都喜欢自己研究股票 然后慢慢收集 然后让它长线去爆升 这是我自己的投资准则 希望这个投资准则 都可以灌输给大家 也让大家知道 千万不要那么容易 让社交媒体或网上的消息 阻入了自己的投资决定 相信自己就比相信别人 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 一些相关社交媒体 又或者金融 的相关见闻 或者小故事 如果大家对踢爆华尔街 踢爆金鱼钢有兴趣 欢迎赞 Sky Finance的Facebook page 和YouTube专业 亦都可以 赞我运水的个人专业 希望下次见到你 我是运水